冰鞋車等待路口準備左轉 沒想到才剛起步 一輛休旅車從對向高速行駛而來 蹦的一聲兩車直接撞上 謀利一撞 冰鞋車當場自轉一圈半 休旅車更慘 瞄變風火輪 360度大翻轉 滾了三四圈 地上擦出正正火光 速度非常的快 撞到他的屁股 可能他有踩煞車 因為那邊有一個煞車 痕跡滿長的 那後來車頭是有翻證 人員是有自行走下來 驚悚車禍就發生在台中無期 兩車駕駛沒有酒駕 也沒有闖紅燈 意思是因為開太快 為注意來車路況才會發生車禍 雙方駕駛人還有乘客 都有西藏安全帶 然後三名民眾都沒有受傷這樣 這狀不得了 休旅車車身被撞爛 幾乎變成廢鐵 但幸運的是 兩台車三個人毫髮無傷 但附近的目擊民眾全被嚇傻 還有店家為此提早關門 喔喔喔喔 你沒滾 他在哪 我快滾 開車在路上要左右轉 實在要注意路況 因為不只在台中 在雲林湖尾也有汽車駕駛 因為右轉不慎 直接在修車場路口撞飛 一台汽車 那自小客車在右轉的時候 油來打方向燈 那這部摩托車 因為數以注意 插通到汽車的右側 其實連人帶車滾進停車格 又撞上停在格子內的轎車 女駕駛本來打算到車場修車 卻意外發生車禍 而這一狀 現在要進場維修的 恐怕不只一台車而已 這六名城廣二家景城 台中雲林 採訪不到